好,我们欣赏一场包王跟何池的三问对战 现在包王的包子对战何池的拉尔夫 其实每一次 当二哥垂到这个拉尔夫的时候 他就想着能不能把对手露晕 主意来个鱼肉范影 但是包王的本命英雄也不是名不虚传 肯定会跟他打一些相对猥琐的招数 毕竟是自己的包子 成名玩家 没有选择赌捡到脚 再次捡到脚 希望达成三选 直戚 被挑衅 我让你给我蹲 咱们再看一回合 肯定何池 为达到自己的目的 会再次用拉尔夫跟他进行一种挑战 拉尔夫现在打点非常紫 一个火箭炮 下中拳 下中拳输转快 战中拳打乱动 自己把雷电下尔米带走 我们看看这一次能不能成功 来个宇宙幻影 宇宙幻影这个必杀 就算打中的时候也不算裸杀 因为这个 你要走过去 说明你问 再挑战 正好晕掉 赶你跟他跟 来吧 吧吧 王 七连 很疼 战B 一流底端 那下面这回合就是 拉尔夫对战 克拉克 大家知道拉尔夫跟克拉克 他俩谁是上级 谁是下级吗 他俩谁的 拐更大一点 挑A 一个下中腿 扳倒 看来 二哥也是抱上次的那个一血前尺啊 刚才包子没有打成 哎 你敢挑衅我 我这次必须用拉尔夫 罐一拳 把这局看完啊 各种跳轻腿 但是包王在归头 我不着急 我血多 好的 一个切房 强盗一个抓 CD打乱动 完了 这下有挨揍 后前全 这 是失误吗 现在还有 八秒 包王想归死他 合持有一折 有一折 完了 跳CD打回来 这局没了 还是被时间 带走 这样包王还是 阿拉玛依 拿下这一局啊 这后那一局就不用看了 最终10比4 合持赢 那是